Hello大家好,这里是张司令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 司令怎么不拍这个减肥的视频了 我们要看你减肥的视频 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做了这个旧状位啊 就是这切胃手术啊 过了挺长时间 因为我是啥人啊 我不像有线人似的啊 就一天做六个视频 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复内容是吧 然后完事了 虚毫了大家的精力 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那我是准备隔一段拍一次啊 因为我第一次做这个的时候 除了在这个医院记录了一下 那就是第一个星期做完的时候啊 记录了一下 现在呢啊 到今天为止 正好正好离我做完这个手术 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就差不多两周的时候啊 我可以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的最新情况了啊 我究竟瘦了多少呢 啊还是老样子啊 我今天我去量了一下 其实前两天有一天停了 一直停在某一个重量的长达两天时间 然后又开始掉 直到今天啊 我的体重是多少啊 我保守估计吧 我少算一磅嘛 因为我不知道多那一磅 是不是因为今天没吃饭的缘故 所以说我少缩一磅嘛 我到今天为止 我一共瘦了27磅 27磅有多少啊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乘以0.89 差不多成为24斤 15天啊 我瘦了24斤 有很多人说 我天你怎么瘦这么快啊 可能跟我本身体重比较大有关系 啊 很多人说一开始都是水分啊 这个我减肥 我知道一开始都是水分 那问题是一开始那水分 就那10厘8斤的 它不可能有这么多 啊 确实是 啊 现在呢 就是你做完这个手术以后 觉得减肥容易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 这还是那句话 他不饿呀 我天 就是有的时候吧 你明明感觉到你手脚发虚 浑身没劲 就是不饿啊 就是反正你饿的不难受 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难受 但是 你不会像以前似的 以前就是你饿的 抓心脑干 抓耳脑塞 你知道吧 就简直就不行了 那现在就是不饿 那没办法 而且有的时候吧 你是觉得 呃 这个完全就没事 而且这个 现在恢复的也还不错啊 因为我线也都拆了好一天了 啊 整个的 哪怕咳嗽 也都感觉不出来疼痛了 整个胃的疼痛的感觉 已经都没有了 啊 只是说 有的时候吃饭 你还要吃 这个半流制的食品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状况嘛 然后我昨天 啊 我去海滩 就是这个 散步的时候 我发觉 我自己现在已经可以 啊 跟年轻时候一样啊 也不叫年轻时候 跟上年时候一样 可以全速的冲刺了 好几百米 哈哈 啊 还挺有意思啊 也不是全速冲刺吧 反正就 跑挺快 啊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东西就在掉 因为我以前 是除了运动减肥 瘦过一次60磅 还不是60斤以外 然后还没有 一次性的掉过 就是半个月 啥也不敢掉这么大规模 说实话 我在原来 运动减肥的时候 半个月也做不到这么大规模的 因为运动减肥的时候 你要配合饮食啊 你忍不住啊 你晚上会想吃啊 你怎么忍也忍不住 晚上那就是煎熬 就每天到晚上 你都在过关 你知道吗 尤其是你运动完到晚上 你太饿了 嘴里没有一点 有水的话 你都感觉过不去 然后就晚上就忍不住偷吃 尤其是偷吃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北京啊 就是 就运动减肥 就是尤其那时候 减了23斤啊 那用了一个月 一个月就不敢再吃了 就是有一次到往 实在没忍住 饿 然后我就到厨房找吃的 厨房又没吃的 然后没办法 家里有一罐这个黄豆酱 就只能去外面买什么呢 买馒头 然后再买这个 就是那种 卤的那种卤菜 回来饱餐一顿 觉得哇 简直太幸福了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你就吃不了 一吃胃就满 一吃就到你嗓着眼 一吃你就想吐 然后就成这么一种状况了 你知道吧 反正就是 你一吃你就觉得难受 就是就整个的 因为固体的东西 你根本就消耗不了 你现在觉得嘴里没味儿 嘴里没味儿也没办法 你就只能就是这么着呆着 目前为止就是24斤 15天24斤 我天 反正我想着有点可怕 你说15天24斤 你要这么算 我天哪 我还我还少抱了一磅 是吧 你要这么算 你你你你一个月下来 我是希望他缓点 我是觉得一个月 有个那么二三十磅就行 这么着 一年时间慢慢来 是吧 你要这 你要迅速的就就瘦下来了 到时候我的皮肤 由于你胖的时间长了 你皮肤别坠了 也来再去割皮 那麻烦了 所以说一旦等到这个 我的呃 这个伤口完全恢复吧 然后就过了一个月 我能正常吃东西了 我还要去找个健身房 练一练力量啊 要不然省的就是啊 把自己变成那种 就是皮就拉开了 是吧 就就就坠了 这皮到时候 那样也难看 是吧 所以说整个的啊 这个都必须得配合着来 所以说我现在基本上 很多人我知道关心 我每天吃啥 我每天啊 基本上只吃几种东西啊 就没办法 就是呃 蛋白质饮料 就是那个蛋白质水 就是那个蛋白质奶吧 也不叫蛋白质水 啊 要么就是说 喝点这个肉汤 因为老外有卖那种纯肉汤 就是啥也不是 光汤 光肉汤 然后你就喝那个肉汤 要么就是啥呢 啊 能吃点冰糕 能吃点冰糕 啊 再要么就是啥呢 啊 就是果汁能喝点 牛奶能喝点 啊 唯一的其他的东西呢 就是现在啊 就是昨天我的那个啊 跟踪的医生 我打电话 他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你是其他的还不能吃 但是你已经应该是可以吃鱼肉了 但是鱼肉呢 你能吃一些蒸的 或者你能吃一些烤的 就是就不要放料啊 就是那样吃 然后我说那什么鱼肉最好 他说就比如那种鲜嫩的啊 那种那啥都最好 他说类似于什么三文鱼啊 这种是最好的 然后呢 我这两天没办法 就每天一大块三文鱼啊 又开始吃三文鱼啊 就只能吃三文鱼了 也不能吃别的 好可怜啊 想想是吧 你说这只能吃三文鱼的生活都痛苦 因为三文鱼这玩意 我爱生着吃啊 这个芥末跟酱油 现在也都不行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带了点东西 昨天我曾经试了一下 我看就是啊 就是有那个家里有那个鸡腿 然后我就尝了一口 然后这固体肉还是消化不了 后来就给吐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还是麻烦啊 所以说现在还是只能吃半流质食品 据说多长时间能恢复正常呢 据说啊 一个月吧 一个月能恢复正常 因为我的胃里面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跟刚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刚开始是你一吃 你稍微吃点固体的东西 你胃就特别难 就特别疼 但不是说那个伤口疼啊 就是你的胃里头特别多的气体 然后你的那个气体就往上顶 你就难受 现在是已经没有那么多气体了 但是还是有东西往上顶 所以说你吃多了 没办法还是吐的哇哇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减肥是真见效 有很多人说 你后面会反弹啊 你还是运动减肥 就是我在这儿要澄清一下 不是说后面会不会反弹的问题 这都不是大问题 问题是我运动减过肥 运动减肥不行 运动减肥整不下来 你知道吧 运动减肥每天晚上都太煎熬了 所以说不愿意受那个煎熬 才决定做这个手术 你知道吧 你就说这个瘦人啊 不懂胖人有多辛苦 就像这戒烟的 就不抽烟的 不懂抽烟的人有多辛苦 你知道吧 就是减肥的东西跟增肥差不多 就比如说你天生你就不会胖 我就说你增点肥 每天就为你吃这些大油大盐大肥的东西 你能增上来吗 你也增不上来 那也是一种煎熬 你胖上来一点 过一段你恢复正常也是 你就得瘦下去 这都是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吧 就目前为止 大家看我的这个脸啊 很多人说我这脖子出来了啊 就双下巴没有了 那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们看我是觉得 我现在这个瘦了很多呢 就肉眼可见的瘦呢 不健康的瘦呢 还是觉得健康了不少 咱们不知道啊 最近呢 我是觉得状态还行 状态还行 就是吃饭的时候有点难受 就是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到 些许的饥饿的时候 那估计都饿极了 才会有些许的饥饿 有点难受啊 只能吃一些就是 比如说蓬化食品才能顶饿啊 就是顺着水喝下去 它不就成这个这个流食了吗 大量的时候就还在吃菜汤啊 这些东西 行吧 今天呢 先给大家报告到这啊 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啊 以后再有什么 再过一周再跟大家报告 我现在是决定了 一周给大家做一次减肥节目 一周给大家做一次赚大节目啊 让大家知道知道是啥情况啊 这个做完减肥手术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后续啊 是一种什么样 那行啊 这就是我半个月交出来的打卷啊 而且半个月是在不运动的情况下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运动啊 很多人说你怎么不运动啊 头一个月 恢复正常饮食之前 没伤口没有百分之百 长好之前我都不打算运动 因为稍微产生裂痕什么的 那都是后果都是致命的 好吧 等到伤口完全预合再说 行 那这期就做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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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